审判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基。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,1946年1日,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苏联等同盟国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,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,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东京审判。这一组老照片记录了七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审核被执行绞刑的画面。中国派出梅汝敖担任法官。 审判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。这个禽兽就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。曾担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,及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。审判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广田弘义。 广田弘义曾任日本首相、万象,在任期间确立了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,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广田三原则,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。 审判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穆村兵太郎。穆村兵太郎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,曾导致约一万名中国劳工被折磨至死。 1944年,调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,制造了阳光大屠杀,被称为缅甸屠夫。审判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。 此人是日军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投资,建立了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。 七七事变后,他率领第十四师侵入华北,直接介入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。 审判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武藤章。武藤章曾担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,率军侵略上海、南京。 在南京,他宣布南京城外宿营地不足,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,纵容士兵屠杀无辜平民,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之一。 审判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板元征四郎。 板元征四郎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,曾率兵侵略山西、山东。 1939年9月,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,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。 某一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。 东京审判历史两年半,对日军策划,发动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罪行进行了揭露,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。 其中,判处日本七名甲级战犯,东条英姬,松井石根,武藤章,板元征四郎,广田弘义,木村兵太郎,突肥元贤二,绞刑。 绞刑执行瞬间。 1948年12月22日24时,突肥元贤二,东条英姬,松井石根,武藤章,板元征四郎,广田弘义,木村兵太郎在东京朝鸦监狱,依次被执行绞刑。 36分钟以后完毕,中国代表商阵将军现场监督行刑。某一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。美国宪兵负责实施绞刑,并拍摄了现场照片。